大盘放量占上3150是真突破还是又多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发哥 欢迎收看今天的副盘视频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上阵指数和创业板 都是一个震荡拉伸的走势 上阵指数这边是直接占上了3150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板块方面 今天您找的板块 主要是风电设备 食品饮料 光学光电子 半导体 很明显 今天您涨的是机构塞道 尤其是新能源和半导体 另外的话就是龙木事与板块表现活跃 好我们再看一下成交量 截止到下午2点过5分 两次的成交量达到了7300亿 这个成交量相较于昨天放量约700亿 所以我们预计今天两次的总成交量 应该是在9000亿左右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 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放量突破 但是这里我们需要搞清楚 这个突破是真突破还是又多 那么要弄清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上阵指数的之前图 首先我们还是强调一个前提 上阵指数从2863之后大肆反弹 并且其走势结构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震荡拉伸 第二阶段就是区间细盘 还有第三阶段就是放量突破 目前来讲的话 行情正处于第二阶段区间细盘 虽然说今天是放量占上了3150 但是这个突破仍然有待确认 个人认为今天的这个上涨存在又多风险 那么具体原因我们可以讲两点 第一点就是第二阶段的区间细盘并不充分 我们可以看到在大阴线出现之后连续的震荡小阳线 这实际上是一种上公法律的表现 第二点就是时间不充分 因为本周四之后我们就进入到端午小长假 现在是属于节前第三个交易式 那么在节前第三个交易式进行拉伸 很明显是为了节前第二个交易式逢高住货做准备 实际上就是为了套现做准备 所以今天的这个拉伸存在一股多风险 所以对于目前的市场 我们仍然认定它就是处于第二阶段区间洗盘 并且是处于区间的一个相对高位 所以在3150上方 我们认为可以逢高减仓 等待回调之后再去低息 然后博弈节后反弹 好指数分析我们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部分板块策略分享 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板块 是今天的林长板块封电设备 这个板块在昨天盘后是发布了利好 所以今天直接出现了一个跳空高开 然后震荡拉伸 但是目前来讲的话 仍然没有脱离上涨中继洗盘 因为我们会看到今天最高点 没有去突破前期的高点 所以目前的位置仍然是处于区间之类 并且在今天形成的一个跳空缺口 短期存在回补风险 当然封电板块的大方向我们仍然看涨 因为目前它只是属于上涨的一个中继 之后还会上涨 好我们再看光伏设备 这个板块和封电板块基本上总是类似 但是力度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表现的强度 是低于风电 并且目前的位置仍然是处于区间震荡吸盘 所以对于光伏设备 我们可以持股待掌 等待反弹到区间高位再逢高减仓 然后逢低吸纳 等待后面的放量突破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板块 半导体 在前面我们就提示 半导体板块总体是一个震荡反弹的走势 短期等待回踩20均线是一个低吸机会 那么从近几个交易师我们也看到了 基本上就在20均线上方获得企稳 并且在今天迎来了放量突破 那么这很可能是新一波上涨行情的开启 所以对于半导体板块 接下来仍然持股待涨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板块 证券板块 今天大盘能够站上3150 很明显受到了证券板块的助攻 但是我们发现今天证券板块的成交量 并没有出现明显放大 并且走势结构当中仍然是处于区间震荡整理 所以这说明目前来讲的话 并不是突破行情 证券板块也还是处于底部相提震荡当中 当然对于证券板块总的走势 我们认为会在区间之内震荡 然后谋求突破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板块 白酒板块 白酒板块在昨天就非常强势 今天的话是延续了这种走势 并且突破了短期的这个震荡区间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 虽然白酒板块总的走势是在逐步往上 但是短期到了上方缺口附近 所以存在一定的震荡细盘 但如果能够回调下来 仍然可以逢低关注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板块 煤炭行业 煤炭行业板块在前面我们提示 回踩五次均线可以逢低吸纳 看好后势去突破前级高点 当然在今天煤炭板块继续进行的一个震荡整理 但是这个震荡整理我们并不担心 因为我们可以看见目前来讲的话 煤炭板块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放出量来 并且走势结构仍然是保持了一个震荡向上 所以我们认为煤炭板块短期主要就是一个上涨中继细盘 在五次均线附近仍然可以伏低吸纳去博弈新高 好我们再看最后一个板块 农业种子 农业种子板块在今天再度出现了一个大涨 我们可以看见再度冲击到前方套路盘区域 对于农业种子板块我们主要关注的就是粮食概念 当然具体的逻辑我们在前面已经反复讲到过 所以对于农业种子的大方向我们是看好反弹 不过短期来讲的话 大涨进入前期套路盘一定的震荡应该是难以避免 所以对于农业种子板块可以逢高适当的减仓 等待回调之后再度低吸 好今天的复盘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发歌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评论区见